各位弟兄 帮助我们看见 这个丹颖礼书 七章这边 他所看见的这个意象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到 这个宝座那里 各苦常在者 在那里施行他的管事和审判 第二个就说到 这个仁子基督 他升到天上 他就得着了全民荣耀和国度 谢主 这个国度不是停留在天上 他需要把这个国度带到地上来 因此在这里就要产生了 一种的征战 感谢主 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这个宝座 原则上分成三部分 一个是在天上 一个是在空中 还有在地上 基本上 因着撒旦的堕落 借着神的审判 撒旦和他的使者 他所活动的换围 就是在空中和地上 阿妹 所以呢 要把神的国 从天上 带到地上来 就产生了一种的征战 所以来到第二大典 就告诉我们 那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宣读一下第二大典 因着物质世界 背后的属灵世界里 正进行着征战 所以需要和属灵的征战 战斗 以殆尽 神的佛 阿妹 所以这里强调说 在这里 有一种 物质 背后 有一个属灵的世界 他们正在进行着征战 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 属灵的征战 比如什么 要看清楚 这是什么征战呢 属灵的 不是肉体的征战 而是属灵的征战 那目的是为了什么 带进神的佛 这个征战的目的 是要把神的佛 带到地上来 神的佛 原则上来讲 就是神掌权的范围 神在天上可以掌权 但是在空中 以及在地上 还没有得到 完全的地位 所以我们需要 起来与神配合 来战战 把神的佛 带到地上来 那这里有两个终点 弟兄们 来读第一个终点 你的言语 以蒙随听 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 但或是我的佛军 拦阻我 二十一日 男人大军中的一位 米迦勒 来帮助我 请妹们 第二终点 阿妹 感谢主 在丹一礼十章 给我们看见 当丹一礼 他在那里寻求 为着以色列的地命 在那里祷告 寻求神的时候 感谢主 天使使者就来告诉 丹一礼说 你的言语 以蒙随听 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 但是发生了一件事 是什么呢 波斯国的摩金 拦住我 二十一日 弟兄姊妹 在这里看见一个 木质背后 有一个树林 征战 在那里发生 就是当丹一礼 为着以色列的地命 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天上就有了征战 阿妹 有没有想到 我们在为丹一礼祷告 发生什么事情 在天上有种的征战 我们希望有这样的认识 好 那这个是 这个 这个在 这个 属林的征战 的事上 给我们一幅的图画 在这的大一礼 他这样的祷告 在天上发生的 这样的征战 那第二终点呢 就告诉我们 那谁 今天 谁该起来征战 阿妹 我们 阿妹 赵慧 以前是 大一礼一个人 在为了神的权益 为了神的百姓 再起来祷告 一种的征战 那今天呢 该闻到谁了 阿妹 我们 阿妹 圣赵慧 阿妹 团体的 要起来 持接戏 这样的一个征战 阿妹 好 那第一终点 这个底下呢 就告诉我们了 我们要认识神的经纶 就需要看见物质事物 背后属灵的事物 阿妹 就只为我们看见 这世界局势 发生在我们周遭 所发生的事 谁生病 谁软弱 阿弟兄姊妹 这是什么 物质背后 有一个属灵的事物 第二小点告诉我们 我们要看见 这一个重点 就是物质景象的背后 正在进行着 属灵的争动 而且很特别 这争动 不是人眼所看得见的 那弟兄姊妹 那你怎么知道呢 人的眼睛都看不见 你怎么知道 有一个属灵的争斗啊 阿妹 要知道 阿妹 这个 但一里呢 他是专心寻求神的人 所以呢 但一里十段十二节说 他是专心 求明摆这事 在神面前刻苦自己 所以呢 就在一面来讲 我们啊 路也没办法看见 但是我们 若是一个 真心 来寻求神的人 神会给我们 这样的属灵的事例 另外一面呢 我们还需要在生命里长大 阿妹 我们才能够看见 这个属灵 真战的事 小孩子他不可能 知道发生什么 真战的事 他只知道吃 只要他饿了 就吃了 但是我们呢 若是生命长大 阿妹 我们就能够看见 在物质背后 有一种 树灵的真战 好 感谢主 那这个树灵的真战呢 单一里十章 那就告诉我们 有一个善与恶的灵 在进行着 看不见的树灵真战 就是啊 这个神的国 这个撒旦的国 这个神的灵 和这个邪灵 在那里总的真战 好 那这个 以赛亚十四章 以赛亚十四章 那里也告诉我们 这个明亮之心 清晨之子 从天坠落 是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想要 升到天上 想要高级 自己的宝座 他想要 坐在聚会的山上 他想要 坐在高原之上 甚至啊 要与神同等 这个就是撒旦 受神的审判 这个就是撒旦 黑暗的国 那接着 启示录十二章 给我们一幅 宇宙中真实的光景 那个奇述十二章 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啊 一个妇人 他生一个男孩子 这个男孩子呢 是将来要 辖管 万活的 谢主 然后呢 这个男孩子 生下来之后 就啊 被提到 天上 在神的宝座那里 结果呢 在天上啊 就发生了 宇宙的一种 争战 好妹 这个 那个男孩子啊 就把 仇敌 把撒旦 把那骨蛇 好妹 就啊 摔到地上来 好 这个天上就再没有 他的地位了 感谢主 这个就是啊 一种 属灵的争战 好妹 这个 在属灵的争战中呢 我们不是啊 对付 显在表面的事物 而是对付这些事物背后的黑暗权势 好妹 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求主 开我们的眼睛 好 那 在照会里面 这个弟兄姊妹发生一些的事 我们要知道 背后有什么 属灵黑暗的权势 在那掌控管制的 所以我们要起来征战 不是对付 弟兄 不是对付姊妹 而是背后 黑暗的权势 我们要起来祷告 主啊 求你来捆绑 阿妹 那第二重点呢 告诉我们 不仅呢 有个人的祷告 我们还需要全体 造会 地统起来 从事属灵的争战 然后把神的国 带进来 所以呢 在马太六章 主啊 主呼我们的祷告 阿妹 愿 你的 父啊 愿你的名 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 来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 行在天上 阿妹 要把神的国 带进来 神的名 必须要被尊为圣 阿妹 神的国 必须来到地上 就是让神 得出一个 完全的掌权 至终神的旨意 就能够通行在地上 感谢主 弟兄姊妹 这神的国 不仅是将来 第二次 借着主的显现 把这个国 带到地上来 今天更是要有 国度的实际 所以这个国的来临 不仅有两面 一个是说到 国度的实际 就在今天的 造会生活里面 就在你我 今天的基督徒生活里面 主啊 当我们向父祷告 愿你国来临的时候 弟兄姊妹 我们要做 做怎样的人呢 不仅是祷告 我们不仅是 遥望着将来 主啊你再来的时候 把你的国带到地上来 我们这样祷告 主啊 愿你国来临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认识 主啊 我要让你在我里面掌权 阿们 什么意思呢 神的国降临在地上 今天 阿们就要降临 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降临在造会里面 让神在我们里面 在造会里面 得着真正的掌权 第二个小点 就说到我们神的救恩 我们一起来宣读 我们神的救恩 能力 国度 并摊 基督的全民 现在都来到了 阿里路亚 借着这样的征战 在要来千年国度里面 感谢主国度的实现 就能够来到地上 神的国 全民 荣耀 都能够一同来到地上 那第三 第三小点 我们弟兄们 敢宣读一下 世上的国 成了国主 和他 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 阿里路亚 兄姊妹 这些人看见 要来的国度 全地 世上的国 都要成了国主 和他 基督的国 阿妹 现在还看不出来 但是时间 时间要来临 有一天 全地的国 都要成了 我主和他 基督的国 阿妹 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阿妹 感谢主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属灵征战的目的 还是要把神的国 带进来 阿妹 让神的旨意 神的义指 能够在地上 来通行无主 最后第四小点 阿妹 我们同时先读 国度 全民 和天下 诸国的尊道 必赐给 至高者的圣灵 他的国 是永远的国 一切掌权的 都必侍奉他 侍从他 阿妹 感谢主 将来 不仅 是基督 他自己得主 国度 在地上 执行 他的全民 阿妹 这个 丹尼书七章二十七节 更告诉我们 阿妹 这个国度 权品 和这个荣耀 也要赐给 自高者的圣民 阿妹 就是说到我们 阿妹 要以基督 一统众王 阿妹 来治理 管理这个全地 阿妹 感谢主 弟兄姊妹 所以在这里 启示录十二章 就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是 做一个征战的人 我们的征战 就能够把 这个神的果带进来 那怎么样 能够 做一个征战的人呢 这里十二章 启示录十二章 十一节 就说到 我们胜过 这个那恶者 是一种高扬的 血 阿妹 和自己 所见证的话 阿妹 谁至于死 也不爱自己的 魂生命 所以我们需要 借着主的血 主啊 你用你的自己 来遮待我们 用你的血 来遮待我们 阿妹 主的血是 得胜的血 阿妹 感谢主 阿妹 我们也要见证 阿妹 要说出来 基督徒 胜了那二者 阿妹 再来 我们不要爱惜 自己的魂生命 阿妹 我们是一个 不爱自己魂生命的人 我们是一个 肯牺牲的人 肯信道的人 我们就能够胜过那二者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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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